HELLO 大家好 我是NOMAN 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週報 究竟本週會有哪些手機遊戲新聞 以及下週會推出哪些新的遊戲呢 讓我們一起看看吧 GO 說拉招與Sparkeling 聯手開發全新美少女手機遊戲 NEXON 大規模招募人才 TOLO PROJECT SF2 等多項新遊戲 自2015 年荷蘭遊戲團隊 Rusty Lake 就陸續推出了多達十部的Cube Escape 系列作品 如今遊戲終於推出了Cube Escape Collection 的合集 讓玩家能夠一次打包帶走 本次的合集一共收錄了系列的九部故事 包含了Seasons、The Lake 以及讓不少玩家拍案叫絕的Case 23 在每個故事中 玩家都將來到一間神秘的屋內 透過不斷的切換房內的視角 尋找各個角落中的蛛絲馬跡 接著進入一個黑色的獵奇世界 在本作中 玩家將能夠更快速的找到不同故事間的連結 抽絲剝繾的拼湊出整個故事的黑暗面 究竟這神秘的秀、湖和方塊有什麼聯繫 就留給你來探索囉 召喚CROSS戰機 是一款有著可愛畫風的輕鬆放置型遊戲 為了對抗黑暗勢力、人、魔、精靈等不同種族 共同聯手守護世界 而我們也將在這趟冒險之旅中 與各種族的夥伴們借後 遊戲中我們只要將角色們放上場 就會自動戰鬥獲取金錢、裝備等資源 以此強化主角的戰鬥力 此外主角也能夠學習技能與轉職 隨著等級提升也會開放更多材料副本 可以說是有非常多的培養玩法 除了主角的培養之外 但也別忘記照顧一下並肩作戰的夥伴們 使用經驗藥水幫他們升級 跟上隊伍的進度吧 畢竟拯救世界可不只是一個人的任務喔 Fable Wars 是一款卡牌抑制 RPG 遊戲 玩家將來到魔法森林中進行一場奇幻冒險 遊戲玩法是透過消除同屬性的方塊 來攻擊眼前的敵人 只要一次消除四顆以上的方塊 就能夠獲得具有強力消除效果的特殊方塊 如果版面中有夠多的特殊方塊 甚至能夠發起COMBO連擊 對敵人造成巨大傷害 玩家還可以收集卡牌和養成 每隻英雄都有著各自的屬性與技能 只要消除相對應屬性的方塊 就能夠替英雄技能集氣 有的能夠幫全隊補血 有的可以發動強力的範圍攻擊 如何搭配組成最強英雄陣容 就交給玩家稍腦思考囉 曾經是英雄的小雞 在退休後卻入不敷出 在療癒系手機遊戲《帶毛雞》退休日記中 玩家要幫助濱臨破產的小雞 重振昔日雄風 並改善他日光族的壞習慣 遊戲中的金幣會隨著時間慢慢增加 玩家可以用這些錢 把那些被小雞賣掉的裝備都買回來 每買回一樣裝備 小雞的能力值就會提升 等小雞恢復到一定時令後 就可以拿食物引誘怪物出現 再讓小雞打倒怪物來賺取更多金幣 賺錢的同時也要兼顧小雞的心情 具體上只要餵他吃飯 他就會開心囉 本作不僅是一款養小雞的遊戲 還兼具了記帳功能 請每天確實記帳 成為小雞的好榜樣吧 由Magic Design Studios 開發的橫版動作冒險遊戲 《非常英雄》也移植到了手機平台 遊戲世界觀取自經典的新遊戲 玩家將能夠操作孫悟空和三藏師徒四人 受觀音菩薩所託 一路向妖伏魔 重新收集破碎的真金拯救世界 在冒險的路上 玩家將能夠自由的切換四位角色 讓其施展行雲流水的招式擊敗難成的敵人 同時關卡還設下了不少解謎裝置 玩家需要使用不同的人物技能才能夠過關 像是讓八戒成為風口上的豬 向上漂浮 或是操作三藏使用的蒸氣彈 撞擊遠程的機關等等 唯有讓四人各顯神通 才能夠順利通關喔 覺得彈珠台老是在一個場景中 彈跳得分不夠過癮嗎 那不如來試試看這款Infinity Pinball 遊戲的玩法如同經典的彈珠台 玩家要不斷的推動兩側的擋板 盡可能的別讓彈珠從中間落下 並想辦法持續的撞擊上方的物品好獲得高分 特別的是當彈珠成功彈出上方的空隙時 遊戲將會切換到下個場景提升一個等級 接著玩家將能夠一步一步的向上爬升 挑戰自己的操作極限 落在某個Level 15 不幸落下時 彈珠也會一路下滑直到回到Level 1 為止 在這無限的彈珠台中 你能夠談到等級幾呢 由經典兒童圖畫小說 《彼得兔》系列改編的巡物探索遊戲 《彼得兔隱藏的世界》 在近期展開了封測 遊戲中玩家將能夠來到作家 筆下那精緻又細膩的繪畫世界中 主意的拜訪彼得兔的好友們 在每個場景中玩家必須努力睜大雙眼 找出那些被藏起來的小物品 早期後玩家將能夠獲得小禮物 並將他們贈送給小動物們提高彼此的親密度 此外還能夠獲得新的資源來興建不同的建築 讓人探索全新的場景 各位喜愛彼得兔的玩家們 趕緊一起來這美麗的繪畫世界 感受動物們歲月靜好的生活吧 推出過Snow Kids、My Blast 等作品的獨立遊戲製作人Jonathan Pasarasi 這次又帶來了新的2D動作遊戲 Slime Labs 玩家要幫助無助的史萊姆 逃離機關重重的恐怖實驗室 每一關只要操作史萊姆抵達終點就算過關 一路上我們可以利用史萊姆軟趴趴的特性 鑽過狹小的通道或是吃掉綠色黏液 讓自己變得更大、跳得更高 甚至還能夠撞壞路的牆壁呢 但要注意喔 就算變大了 史萊姆也不會變得比較耐打 只要不小心碰到陷阱 就會立刻被消滅掉囉 究竟這黏黏滑滑又有點難控制的史萊姆 能不能成功逃出去呢 這一切就取決於玩家裡的操作啦 由光狼特庫魔旗下 Omega Force 開發 正宗的真三國無雙手機遊戲在日本推出啦 如今出門在外也能夠當個千人戰大將軍囉 因應手機遊戲的特性 手機版做了相當多的改變 像是玩家們可以隨時改變直立或是橫向遊玩 遊戲的操作也簡化許多 只需要按著攻擊鍵就能夠連續攻擊 以往的蓄力攻擊則是改為以技能的方式施放 戰鬥時敵人使用技能的話也能夠利用QTE打斷他 用這招可以快速減少敵人的氣力 並且發動一閃給予敵人大量傷害 無雙系列的招牌技能 無雙亂武當然也沒有缺席 只要使用就能夠看到角色帥氣的特寫喔 就連黃蓋大將軍的招式也原封不動 我願追隨將軍大人一輩子啊 只要衡腸 大家有這樣的招式也會進ỏi 2次的招式也有 手間首先是在招式招待 一有香港軍事推搭 一般的招式也會進行 三十多招式也會進行 他要衡熱的禁止 就是有這樣子的招式 有人用手術 帶著很小慘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